何欣纯呢 在一個台中的動土典禮上 他其實是要嗆誰 像盧秀燕 說這個動土典禮 預算中央都給了你很久很久 都沒有來進行動土 結果就開始扯萊豬的問題 結果就被底下的很多民眾嗆說 你是萊豬立委 這段火爆的畫面 一起來看看 好尷尬 黃國書委員 我們也很守護食安 要照顧大家的身體健康 所以該嚴格查驗的 該逐批查驗的 我們也會強力監督 身體健康的 我跟黃國書委員 也會強力監督 你拿得出來 不要進床了 不要進床了 九成以上的進床 他說不會進床 所以來提了這個議題 我們就要把資訊公開 透明 所以我們今天是南威僑的 成建工程 我們會回到我們的動土典禮 其他的議題 就不要昏迷化現現 來請動土典禮開始好嗎 請動土典禮開始嗎 你真的哪壺不開提哪壺 你就是等著要被人家嗆的不是嗎 好啦我們來問一下在地的趙欣 來自台中 趙欣 是剛剛一群姐提到哪壺 不開提哪壺 這在我已經變成一個畫面了 我從來沒有這麼深刻的 感受到這句話 其實何欣淳這個委員 過去在這個大理物封一帶 他的基層服務是很紮實的 他也感受到壓力 連他都怕 為什麼連他都怕 因為大部分的民意就覺得 這個萊豬進口 你民意黨就是硬幹嘛 就是硬做嘛 你根本沒有任何的程序去說明 他為什麼不說 我們政府一切都已經做好了 然後大家不用怕 他有沒有講這個 他不敢講 他說我們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